又到紅葉的季節啦 立刻帶大家去京都追風 雖然清水寺的舞台正在修建 不過就依然人頭湧湧 都是為了來看紅葉 如果日間還看不夠 黃昏前都可以去附近的高台寺 嘗試在晚上上風 除了日頭看風葉之外 很多人都會來到高台寺看夜晚的風葉景色 裡面五點鐘就會有點燈儀式 還有有Laser Show可以看 所以現在都很多人在排隊進去 在十月尾開始直到十二月初 在方丈庭園每天都會舉行夜間的燈會 亦都是想夜風之外的另一個賣點 又人山人海究竟在拍甚麼呢 原來是臥龍池半島影的夜風 要留意的就是十一月中尾旬 勁到都是紅葉性開旗 還有兩個星期左右就沒有紅葉了 在這段時間來旅遊的 記得不要錯過了